今天是最後一日上課啦 所以建議各位可以把雲端上面有一些資料 假如說你希望之後還能夠再應用的話 再參考 我是建議你可以把它備份下來 因為這些資料的話 將來不保證說它永遠會在這個連結上面 那當然你如果要永久保存的話 你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因為這個地方其實是可以 我是沒有把它做保護啦 所以如果你想要就是備份的話 你可以備份到你自己的雲端上面 這樣會比較保險一些些 然後另外的話 那個就是論壇的部分 裡面的影片也會暫時 就是這一段時間應該也都會在上面 所以我是建議雖然今天是最後一日上課 但是前面其實還蠻多地方 課程難度都還蠻高的 那可能你就是在自己再花一點時間 除了配合影片之外 還有雲端上面的程式 那最最重要的部分 還是要自己自己在寫過來 因為如果自己沒寫過 真的是會很容易出問題的 ok 那另外當然如果可以的話 你如果程度夠好 甚至你可以自己用自己的方式寫都沒問題 因為我自己有自己一套習慣的寫法 那當然我自己習慣的寫法 有的時候我自己看會蠻 蠻清楚的 但是別人看不見的邏輯跟我一樣 所以有的時候其實你可以用你的邏輯 思考看看有沒有辦法寫出你習慣的寫法 這些其實都是被允許的 我是覺得 每個人的邏輯都不太一樣 你可以稍微再改動都沒關係 那最後的話呢 剩一點時間 最後我們把這個 最後這部分 再做一個 結束 然後呢 最後記得 這個地方我們剛剛有講過 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呢 我假設不要放在這一邊 我希望放在另外的工作表 ok 那這個工作表呢 有點類似像這樣 我把它寫一個叫 全部側站折線圖 底線跨工作表 那也就是說呢 我要把 這個所有的 折線圖 當然放兩個啦 甚至你可以放三個 有沒有 其實這邊可以放四個都沒問題 所以你們也可以思考看看 我這邊只有放兩個 如果假設你要改成 放三個 放四個其實都沒關係 一個刪除 刪除就是利用剛剛的一樣 那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為跨工作表 所以你要知道說 目前的工作表在哪裡 在繪圖 然後資料在哪裡 資料在第二個 或者叫 叫製作圖表2 ok 所以呢 我們要寫 改的部分怎麼改 我跟各位講一下 我大概改哪些地方 其實你可以拿剛剛的程式來改 都沒關係 所以呢 你可以從什麼 剛剛這一個 那主要改哪些地方呢 我們大概來看一下 其實主要就是 我拿這個程式來改好了 那主要就是 其實你也可以用延伸性的理解 其實基本上都沒有不一樣 最大的不一樣 最大的不一樣 就是跨工作表 所以喔 如果我今天呢 要把它放在這一個 那你會發現呢 我們的 坐標一定不是O 而是A 所以這邊的話 可能要把 我們的Lapt跟Top 的O 有沒有 全部改成A 讓它可以放在這裡 ok 所以A 第一個改什麼 把O改成A ok 好 那其他位置有沒有動 位置應該沒動 再來的話 第二個Source Source 指的是資料在哪裡 資料在 不是在我們目前這一個 而是在這一個 所以你記得 在這個Range前面 加一個SHIT 刮弧 那我用2好了 第二個工作表 裡面的Range 所以呢 記得這邊要加之外 那這邊也要加 ok 所以 把O改成A 然後呢 把這個來源改成 第二個工作表 點Range 那基本上 好像這樣應該就改完 如果你不確定的話 你可以再按F8 跑跑看就知道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 先放第一個 有了 然後 淡水的資料倒過來 有了 然後再來的話呢 就是 再來就按部 所以 else 然後再來就是先畫 這樣大小 不過 這邊看你要不要改 如果你不改的話 這邊其實是可以 用原來的O 也ok 當然如果你不要保險 應該用A 用A1的寬 用A1的高 它的高 這邊可以改 當然不改應該也是沒關係 然後 這邊怎麼AO 先把它改一下 ok 改A好了 ok 其他的話就是這樣 然後讓它跑 跑出來 sauce改成安部 沒錯 然後換到下一列去 所以如果將來 你有三個的話 你就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然後再換列 所以這個就換列 R 把它加1 所以變成第二列 R等於2 沒錯 然後換下一列 一直推 所以基本上 後面都一樣 執行一下 看看會不會 ok 讓它全部跑 就有了 這個地方的話 可以看到 那我們就可以把 這個25個 把它除以2 然後變成12.5 就變成13 13列 刪掉ok 另外當然你可以試試看 3個4個怎麼做 這個的話 就等於延伸練習題 所以請各位 跨工作表 所以其實剛剛我只有改幾個地方 那就是改什麼 改那個A 有沒有 把O改成A ok 那第二的話 就是在這個地方 加一個序字 其他好像都沒什麼改 大概是這樣子 那基本上 這樣我們就可以達到什麼 跨工作表的目的 其實也沒什麼太大困難 那你可以 把比如說 資料就放一個工作表 然後呢 那圖表就放另外一個工作表 那可以把它顯示出來 你甚至可以有的折線圖 有的直條圖 有的圓形圖 然後全部把它列在一起 按照你實際上需要的圖表 把它顯示在一個工作表裡面 那就是所謂的一個Dashboard 那這個當然一般會用到 用POW BI 不過POW BI 它沒辦法寫程式 所以我建議你其實可以用這個方法 去讓你的畫面更加的清晰 然後把一些資料圖像化 OK 那最後的話 我在雲端上 其實也有放一個程式 也就是剛剛我們是複製貼這個資料 就是呢 我們剛剛其實是把那個 中央氣象局裡面的資料是用複製貼的 但是有同意說 老師那可不可以我不要複製貼 我用爬蟲的 是可以 可是如果這個爬蟲 你假如用之前的範例來抓 會抓不下來 因為這個好像有一些問題 然後呢 所以我後來用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用什麼 用那個 所以你們可以看一下 最後在製作圖表2裡面 最下面就會有一個爬蟲 下載氣溫 有沒有 我用IEE物件 OK 也就是說呢 我這邊是用了一個 IE瀏覽器 把IE瀏覽器呼叫進來用 那可能我同學說 老師那我現在是edge可不可以 其實edge底層就是IE 所以其實你可以不用擔心 裡面的話 我是讓它執行起來 所以最後的話 我補充一下這個部分 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程式你可以把它複製貼過來 然後run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的話 我是把資料先清空 所以sales.clear清空 然後這裡的話 就是呼叫IE瀏覽器 所以IE瀏覽器是 internetisbroad.application 好 那IE物件就產生了 點visible等於 1的話 意思是說能夠被看到了 所以你會發現 現在IE就看到 當然這一行你不執行也沒關係 然後呢我們就連到哪裡 連到那個 就是 氣象局網站 然後你會發現 氣象局網站就出現了 那後面會多一行 就是說呢 讓它等個3秒鐘 OK 為什麼要3秒鐘 因為網頁要載進來的時候 有時候至少會3秒 所以如果有時候你3秒不夠的話 你可能數字再增加一下下 那底下的話呢實際上就是怎麼樣 把這個網頁裡面的原始碼 所以你會按右鍵檢視原始碼 那裡面的話 因為這個 用這個IE看比較不清楚 你們其實可以從這邊按右鍵 把這個按右鍵檢查 這邊的話呢就會顯示出它的原始碼 那原始碼的話裡面包含就是這些 就是小於後面的符號 有TABLE 然後有TR就列 TH就是它的那個什麼 它的HEAD 它的儲存格的頭 然後呢TT的話就儲存格 那裡面放了資料 那如果我要把它抓下來的話 其實各位可以參考這個裡面的程式 那我大概跑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先抓TABLE 整個抓下來 然後再去解析 至於怎麼解析 程式裡面有啦 細節部分的話 我請各位自己再看一下 那主要是用什麼呢 用這個方法叫 getElementByTagName Tag的話剛剛講就標籤 TH 把TH抓下來 然後把TD抓下來 分別篩到Excel裡面 所以底下的話 各位可以看一下 把它全部執行 那你可以看到 它就把裡面的資料全部抓下來了 OK 這個有點難度 所以這邊的話 細部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甚至你可以套用一下這裡面的程式 那你可以達到你要的效果 OK 那今天的話 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這一期課程 時間其實還蠻短的 所以如果之後各位還有一些問題的話 我建議各位還是可以在課後 再花一點時間複習一下 另外有一些範例如果我在上面有放但是沒講 你們其實也可以參考 那有一些影片 其實你們也可以在YouTube上查一下 比如說某個範例 你也可以把那個範例的關鍵字打上去 如果我這一期沒講 可能別期也有講到 也許你也可以再參照一下 利用這樣的方式可以再延伸學習 那如果有問題的話 你可以在 也許之後呢 Email信箱或者是 那個YouTube下方其實留言 那我都會 就是盡可能的幫各位回答 那如果說那個問題太複雜 那不如你就是用Email信箱 然後把你的檔案寄給我 告訴我哪邊有問題 其實我有時候看會比較快 那不如 不然就是說你們可以 增加那個中斷點 我是建議你在跑程式的時候 還是要善用那個中斷點 跟那個F8 因為這樣有的時候 程式的bug很容易就找出錯誤 另外的話可能再看一下變數裡面的值 OK 那最後不曉得大家 最後有沒有什麼樣 有沒有問題要提問的 還是暫時沒想到 如果之後的話還有想到問題的話 歡迎大家可以再提出問題討論 那當然 這些東西的話 可能要學會 應該是沒有辦法短時間速成 除非你本身就有一定的基礎 如果說你還是有一些地方不太了解的話 當然可以再提出來討論 這樣我也比較知道說 大家問題會出在哪裡 OK 好 那 不然的話 因為時間也差不多了 那不然的話 今天我們這一期課程 那就先講到這裡 那如果之後大家有問題的話 那再來討論吧 OK 或者是利用其他的方式 我們再來討論研究吧 OK 那不然的話 我們今天的課程就先到這裡 OK 好 感謝大家的參與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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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